盛世华旦荣耀中华南加华人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华旦及中美建交40周年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 日前在美国表演艺术剧院圣迪马斯隆重登场 南加华人华侨用歌声赞颂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旦 由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发起 加州南加华人华侨主办的盛世华旦荣耀中华交响合唱音乐会 由200多位合唱团的艺术家与国家一级歌唱家同台演出 展现南加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 体现南加华人社团的精神面貌 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 为中美建交40周年传播和平友爱精神 这个合唱团成绩四年多 具体时间是2015年8月份成立的 一直到现在四年多了 正值祖国70年华旦 中美建交40周年 在这样大背景下 我组织和策划了这场交响合唱音乐会 我们准备的工作 从去年到现在将近十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场面是很大气的 而且有200多个演员 200多个艺术家 来自中国 中国 香港 台湾 美国等 这么多 200多艺术家同台演出 我们这一次是侨团的 几十个侨团一起来支持 参加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主棒 发起主棒 协棒 通过这一次的活动呢 我们体现了我们南加华城华侨 对祖国的热爱 体现我们南加的仕团 用我们歌声来 对我们祖国一种爱跟祝福 男生合唱团 不要说男生合唱团 就是在洛杉矶的合唱团 用交响形式来伴唱的是非常少见的 不是没有油 但是非常少 特别是男生合唱团 这也是用了交响乐伴奏 对我一个指挥来讲 确实有压力了 我们和乐队总共就喝了两次 喝了两次 但是好在乐队都是专业人士 他们很快就融入到 我们一个身体上去了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 对我来说